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许波 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 习家军一统天下 习近平绝对权力有多可怕 中共二十大结局和推出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最高领导层不同寻常 纽约时报指出 就连那些有经验的中国观察人士 也对中共高层如此彻底的大洗牌感到震惊 习近平不但如愿推翻任期制 连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 而且还打破中共高层实行多年的退休年龄共识 逼迫李克强 汪洋 韩正等所谓改革派或温和派出局 更有甚者 习近平无视毛泽东都要忍让三分的党内不同派系 存在的这个现实 以我划线任人为中 推出几乎清一色的习家军和习派人马的 政治局和常委会 外界预计到习近平将不遗余力地独揽大权 但是没想到他会在专制极权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 那么习近平唯我独尊 能否保证他念念不忘的政治安全 中共全盘习化将造成一个怎样的后果 没有任何制约的权利 将把中国引向何方呢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呢 仍然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 我们当然也欢迎听众观众 特别欢迎听众观众们在参加我们节目的时候呢 提出您的问题和评论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 这个中共二十大推出的新一届党中央 中央军委 中纪委 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委员名单 令人大跌眼镜 外媒纷纷用震惊 触目惊心等词语来形容 我来请教法国的宋鲁正教授 您如果看这份中央政治局 尤其是七常委的名单 让观察人士直呼震惊的是什么呢 我是研究国际记者 自从二十六年那两起黑天的事件之后 就没有令我感到真的事情了 你非要说震惊呢 我以今年为例吧 像俄欧冲突 英国一年的三患首相 欧盟第三大经营体意大利 和法西斯黑肯业员的极有政党执政 并春总理 这些都算得上震惊 中国算不上的 这届常委是新一天 会中外记者 昨天是周一 我去看了一下 只有法国的财经媒体 回声报有报道 其他媒体都没有 如果这是一个震惊的事件的话 你法国的媒体都无视呢 刚才主持人说 欧美媒体对新一届领导名单 感到震惊 触目惊心 可是呢 就是按照西方的逻辑 也一直都是欧美 连致全球各国政治的常态 美国哪一位总 都任用自己熟悉和信任的人 特朗普总统还可以任命自己的女儿女婿 议会这也是一样啊 英国前首相特拉斯组阁的时候 比如说反对党啊 就是党内所有的竞争队 都全都排除在外啊 只任用自己的盟友嘛 退一步讲 就算欧美说的对 那也只是说明 中国和欧美和世界其他国家 一样呢 何来震惊和惊 触目惊心呢 坦率讲呢 我常委的名单 并没有很多的研究和关注 因为学者呢 研究人官嘛 中国要平路线 从根本上讲就两条 一是共产党的领导 一是改革开放 只要中国坚持这两条 中国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可震惊 好的 宋教授 您呢没看到外国媒体 对于中国最高领导层 新名单的震惊 和这个这种说法 是 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您看到 您刚才说 您基本上没看到 然后呢 法国媒体没有 法国媒体没有 您只看法国媒体 我看到了法国媒体 我提醒你一下 纽约时报是怎么说的 纽约时报说 就连那些最有经验的 中国观察人士 也对中共高层 如此彻底的大洗牌 感到震惊 我不知道宋教授 您通常都看哪些媒体 我也不知道呢 您宋教授啊 对于这个国际媒体 对于二十大的这个反应 是否了解的全面 我们有些问题 我们下面还要接着谈 我来请教郑先生啊 习近平他打破任期制 这个获得第三个任期呢 其实呢 这个并无悬念 外界呢 感到震惊的 我再请这个宋先生听一下啊 外界感到震惊的 无疑是政治局 尤其是七常委的名单 几乎清一色的习家军 和习派人马 这种连毛泽东时代 都没有见过的权力布局 让外界产生了新的悬念 即如此安排 其目标 岂止是连任 或者第三个任期 难不成习近平 是在为终身制作铺垫吗 他还需要退休吗 这是外国媒体的看法 我来请教 纽约郑旭光先生 您怎么看这些问题呢 这个二十大 从常委的这个分布审来讲 他应该类似于毛泽东的九大 九大的时候呢 康生陈伯达 陈伯达就是他的秘书嘛 康生是他忠实的追随者 当然是从其他宗派 王明宗派改宗过来的 那么曾文来 一直是执行他的意志 就是九大的这个名单 另外十大也是 他引入了王洪文这样的 就是党内完全没有资历的 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来讲 习近平还没有走到他的十大 应该说还是个九大的一个概念 但是比较勉强 因为这个如果说你 不是发动了全社会 而是仅仅在上层 那可能就牵扯一个宫廷政变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党章修正 党章修正案中间有非常重要的 一个就是拥护这个两个确立 是党员的义务 那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核心地位 是长期的 是长期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我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这一次把公有制为主体 这个按劳分配为主体 写入党章 这是 这意味着新一个社会主义改造 所谓人民经济 就是第一届政协 当时在他的政协的这个 共同纲领中提到过这个概念 叫人民经济 那么这是一个 以回复到原教旨主义共产党的 一个政策的一个信号 另外一个 在这个大会的这个决议中间 也提到一个自我革命 用自我革命引导这个社会革命 所谓自我革命 就是共产党内部的大清洗 那么所谓社会革命 就是对社会层面 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 做一个清算 可以说这么一个班子 是一个战时班子 有人说他是对着台湾问题的 但是对我来讲 这个战时班子是针对着 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社会的 就过去40年 所谓邓江湖路线需要全面清算 包括从人事上 那么如果说18大反腐是疾风咒雨 19大是和风细雨 那么20大股将是这个血雨腥风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个20大的这个人事安排 习近平他打破了 改革开放40年来 邓小平确立江泽民和胡锦涛 身体力行的几乎所有党内高层的规章 共识和惯例 比如说像任期制 像指定隔代接班人 像七上八下等等 我们就拿七上八下来说 67岁的李克强和这个汪洋 都是67岁意外出局 而69岁的王毅和72岁的张又霞竟能晋升 这让许多人呢 愤愤不平 请教宋教授 旧的规矩没有了 新的规矩确立了 那么这个新的规矩 看起来就是以我划线 任人为终 您看是不是这样 共产党呢 他一直强调要依法治国 也制定了许多法律 所以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呢 必须了解宪法党章 还有那个推进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规定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 二十大呢 都是在这个框架 法律框架中进行的 另外呢 中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国家 它的体制和一些做法呢 也不会一成不变 衡量的标准还是实践 中国的特点呢 是先尝试 如果成功了就推广 不成功的大家就改进 所以呢 今天我们面对中国的变化 不要急于下论 还是要用实践去检验 我在法国二十二年了 我很少看到法国媒体和学者 对中国呢 表示肯定 相反呢 就中国崩溃论啊 一直不绝于二 十月十七号 就几天嘛 德国法兰克汇报 还说中国的经济已经崩溃了 但是迄今为止的实践 这个名呢 他们都错了 所以我觉得吧 宋教授 对不起宋教授啊 您回答我的问题好吗 我的问题就是我们讨论 七上八下这个问题 拿七上八下来说呢 67岁的李克强和汪洋 意外出局 69岁的王毅和72岁的 张又霞 竟能晋升 许多人愤愤不平的是这个 不是您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我对您的问题 这个宋教授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呢 旧的规矩看来都打破了 包括七上八下 那么新的规矩确立了 那么这个新的规矩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 以我这个任人为终 以我划线 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您不要提到其他的东西 我们时间很宝贵 我们学者呢 他需要看现成的法律文 就为什么要看宪法 党章推进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规定 我们是这个 因为你说的一些 什么指定 什么隔离指定啊 什么我们找不到法律啊 是吧 什么七上八下 我们找不到法律 我们学者不可能用 没有出处 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出处的 党章也下法也没有的东西 我们不可能去认可这个 所以我们就只能看现有的 学者吗 做研究吗 就你现有的法规文件 这是我做判断分析的依据 好的 那么我们继续来讨论吧 宋教授 我提醒你跟您个事实啊 团派团密 江派出局 太子党仅存的胡春华 不但未能入常 而且连政治局委员都没有保住 过去常常听毛泽东说 党外有党 党内有派 这是毛泽东也不能不承认的一个政治现实 事实上 毛泽东当年在中共九大十大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完全的清除反对文革的老一辈领导人 我来请教郑先生 有人根据习近平现在清一色的这个大胆安排呢 认为习近平在专制极权的道路上 甚至走得比毛泽东还远 您怎么看 我不认为这个判断是客观的 从九大和十大的 九大的常委会 十大的常委会里 似乎容纳了一些老革命 但是你 如果大家研究它的所谓 因为它类似于一种主席制了 那么主席 主席 副主席的构成 那是清一色 那么现在的这个二十大常委中间还有赵乐际 这样的角色 那么我觉得还不能做这个判断 他的权力应该是没有达到毛泽东九大和十大 这两届的这个集中度 就是集中于毛泽东 毛泽东实际上用文革小组 长时间的替代了政治局的这个职能 而习近平只能用亲自来兼认小组来夺权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 我估计还得往后看 他为了克服这个党内外的阻力 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 另外刚才宋主政先生说 要看文本 我建议他看一下这一次修正党章的文本 因为既然宋先生 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局面 那么中国40年所谓改革开放 主要的成果在经济领域 在经济体制方面 那么这一次 他是党章明确提出来 提出来什么呢 提出来这个 要把公有制作为主体 要把按劳分配作为主体 按劳分配作为主体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是党章明确规定 党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那么现在又要把这个 拥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作为党员的义务 我想呢 这都是文本上的 这个变化 这都是文本上的变化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一位叫伊万浪 我们这位网友 这位观众呢 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请问 为什么把有功劳的团派 胡春华 开除出政治局常委 而把李强 这个双手沾满 上海人民鲜血的人 扶上台 这个李强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不讨论 我们不讨论 因为你说李强双手 沾满人民鲜血呢 这个提法呢 也有人不一定赞同 那么我们谈谈胡春华 胡春华呢 他既是团派 也是太子党 唯一仅存的一位 被隔代指定的 这样一个接班人 这一次大家普遍看好呢 他会进政治局常委 为什么连常委都没进 而且反而 政治局委员都没有保住 这是为什么 这个宋教授 您对这个问题有研究吗 这个问题我确实回答不了 因为呢 我对中国的这个高层政治啊 不了解 不清楚 好的 就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 好 那您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我问郑先生 对对对 我请教郑先生 郑先生原来的中共政治局名单 政治局的这个人数都是25个 现在呢 突然 今年 变成了24个 有人说这个被取消的人 就是胡春华 当然这是外界传闻 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极大的可能 我没法确认这件事 但是有极大的可能 因为在这个十八大之前 拿下孙政才 十八大也是24位政治局委员 这一次也是24位 那么我们就看到 胡春华不在列 这个跟事先各方面渠道 透露出来 胡春华会升任总理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 这个可以说违反了 我们长期的 大家对这个中共的这个 所谓这个寡头分治的 这么一个惯例的了解 但是呢 实际上大家应该注意到呢 二十大是一个中共 这个历史的转折点 就是毛后到现在 到二十大之前 一直是寡头共治的 那么这一次呢 打破了几个惯例 一个是毛之后的这个总书记 或者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我们不说邓小平这种 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没有超过两届的 除了江泽民有一个 接任这个十三大 这个有三年时间之外 没有两年 他也是完整的只有两任 另外一个呢 所谓七上八下 是在江泽民时期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可以确认这个现象 当然他没有写在党章之中 他相当于一个惯例 相当于一个惯例 那么还有一个惯例呢 就是所有的 这个退休的老常委 要进入这个主席团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 就是退休的老常委和之前的一些 所谓老革命 他们是有权利参与这个任何一届新的大会的主席团常委会的 那么他们对新的党中央的产生 他们是有参与权的 那么从这一次现场驱离胡锦涛 可以说老常委的权利就此game over 好的 那么正向新华社昨天发表一篇最新的报道说 这一次习近平在磋商 这个新常委政治局名单的时候 显然没有跟过去的老常委 别说老常委 这个就是前总书记两位 仍然健在的 中共官媒的说法是没有跟他们磋商 看来习近平对自己的信心十足 那么今后五年 谁还能制约习近平 五年后不受任何节制和约束的习近平 会不会心想事成 谁还能阻挡他呢 这是目前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绝对的权利意味着绝对的腐败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命题 但是这也给中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我来请教宋教授 过去十年党内高层有团派 江派等制衡 都没有挡住习近平的雄心壮志 现在他周围仅剩下唯唯诺诺的萧小之辈 中共如何防止出现这种绝对权利这个问题呢 觉得绝对权利这个词 用在中国不准确 从东西方对比的角度 我就说法国 法国总统的权利比美国总统还要大 他如果对国会不满意 他可以把他解散 如果一个法律或者议案 他觉得无法在国会通过 他的政府部门还可以直接援引法 49.3条 不需要国会投票 直接承认法律 就是现在几天前 10月19号 法国政府刚刚动用了这一条款 通过了2023年预算案 我们知道国会最重要的权利就是审核预算嘛 对不对 但却不经国会表决直接通过了 国会连审核预算的权利都可以被剥夺 可见总统权利之大 所以如果对比的话 我不觉得中国存在一个绝对权利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全监督 中国不是没有 而是和西方不一样 比如第一 从制度存卖来讲 中国几千年都是内部自我监督 也形成一系列制度安排 西方主要是体制监督 反对党 自由的媒体 言论自由 规民社会 不过似乎也没能阻止 美国出现政治僵局和分裂 民粹主义崛起 第二个就是政治传统和文化 就是天命观和民民主义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主家文化圈 大陆有邓小平 台湾有蒋经国 他有李光耀 韩国有朴正熙 他们都不是按照西方的制度模式 产生的领导人 他们都有很强烈的责任感 带领人民的发展富强 第三就是历史定位 历史评价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政治人物都非常注重 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 也对他们形成一种监督和制约 第四就是非制度化的外部监督 像智能手机 互联网时代 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能够迅速的传播 而且全球化时代 世界各国都可以关注 甚至围观中国 发生的事情都会被评论 被讨论 像我们今天也在讨论 它也会起到监督效果的 好的 宋教授看来是 绝不承认中国共产党 有绝对的权利 他也用西方国家的总统权利 甚至大于中国的领导人的权利 来证明他的观点 不知道他这个观点 大家怎么看 我们一位叫FCOM的观众 他给我们发来这样的评论 他说绝对的权利等于绝对的腐败 绝对是民族和国家的浩劫 他说历史上的案例比比皆是 我们看到毛泽东因见未远 习近平呢 他不会体察不到绝对权利的这个害处 但是显然 我们看到有人认为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习近平在二十大频频提到安全和斗争 绝非偶然 这是历届中共领导人之前都没有像他这样做的 显然维护政治或政权安全呢 是他的一个当务之急 我来请教郑先生 习近平唯我独尊 能否保证他念念不忘的这个政治安全 没有制约的权利将造成什么样的个后果 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这个没有制约的权利会造成什么后果 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一次党章的修正案的决议 实际上从党的法理上 已经颠覆了所谓的改革开放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习近平这个二十大的选举成果 已经证明习近平已经推动 颠覆了所谓的政治改革的成果 坚决反对个人腐败 因为他把拥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写入了党章 那么这个类似于林彪接班人地位 写入党章 伟大领袖毛主席写入党章 那一个类似的一个效果 那么他也颠覆了这个 实际上的任期制的这个惯例 也颠覆了这个惯例 也力压这个派系 甚至吴邦国这样的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有出席 他的年龄应该比这个宋平 应该小多了 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现身大会 当然也是一个疑点 当然他们不愿意来 也是成立的 但是像胡锦涛这样的 现场被驱离 我觉得他实际上是证实了 二十大中共的高层政治形态 发生了一个巨变 他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据 那有人说 这个习近平是刻意安排的 我倒不敢肯定他是刻意安排 但是呢 这无意显示了 他对这个大会的控制 达到了一个何等程度 那么毛泽东 在这个开七大的时候 把王明单架上抬到大会上来 展示一个反对派 那我想呢 习近平他可能对胡锦涛这种做法 是一个震慑全场 也震慑党内外的一个结果 人们面对这样的事情 可能会有恐惧 很多热爱党国的小粉红们 可能会产生恐惧和 这个更加效忠的一个表现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时间呢 还剩下半分钟了 我们就不再向两位专家 请教问题了 刚才呢 宋教授说 他没有看到外国多少评论 对于中共二十大这个权力布局 人事安排呢 有震惊 我给 我在选读一些 这个外国的评论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他说呢 过去两天发生的两个瞬间 坐实了习近平对共产党 和中国的铁腕控制 第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瞬间 就发生在前总书记胡锦涛 被极不体面的脱离会场 第二个是新一届常委亮相 虽然此前很多人都能预见到 习近平会任用自己的人 但是很少人预料到 这是一个习家军 好的 时间很紧 我们不再多念了 我们感谢这个 这个宋鲁正教授和郑旭光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 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是许波 这个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